由知名音樂人小三田歸吳 替展覽創作的同名樂曲 在不斷重複的歌詞中 藝術家們以不同的影像創作 建構出一場視覺與聽覺 完美融結的神音建築展 2018年在東京展出 創下超過8萬人觀展記錄 這一次的展覽叫做聲音的建築展 是由日本2121 所移代台灣的展覽 那這個展覽在2018年展出的時候 在東京有8萬人來看展 然後這一次雖然說是因為COVID-19 我們延到了2020年底展出 但我們展期的時間有103天 然後聲音的建築展主要是 透過8個不同的創作者 來同時間詮釋同一首歌曲 然後又直接8個不同的創作者的 視覺藝術的詮釋來表達 小三點規武的 Audio Architecture這首歌 然後所以 策展人中村永無 也希望可以取名到聲音的建築展 是希望說 透過不同的視覺藝術 來解構音樂這件事情 那音樂就像建築一樣 它其實是用很多不同的元素 而平手而成的 那透過這樣的解構的方式 來形容聲音的建築展 25公尺寬的劇幅投影 輪流播放藝術家融合聲音與影像的創作 參觀者可以置身其中 以劇場般的沉浸式體驗 感受小三點規武 迷幻前衛的音樂世界 策展人中村永無先生 在最早的時候 在一本雜誌上 念到了西恩南隆 也是月安南隆的兒子 然後他講到一段話 然後那段話 其實在形容小三點規武的音樂 就像建築一樣 就是所以他才會 那句話叫做Audio Architecture這樣 然後他就仔細去思考 什麼叫做Audio Architecture 然後他就發現說 原來音樂就跟建築一樣 音樂裡面會有聲響 會有樂器 會有不同層次 那這個不同層次的結構的組合的方式 就跟建築一樣 後來他就仔細去思考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找了他的好朋友 小三點規武 來一起做這個展覽 他就想說 可不可以透過一個展覽 來呈現一個看不見的展品 那看不見的展品其實就是音樂 然後所謂 如果讓觀眾看見 就是透過八個不同的創作者 讓觀眾看到這件事情 以聲音圍巾 影像圍巍 策展人中村永吳 透過動態空間 將五分鐘的歌曲 轉譯為聲音即逝感 以不同影像重複表現 讓音樂如同貫穿虛實之間的鋼筋梁柱 實現小三田規武 聲音的建築的想像 在策展人中村永吳先生 在策劃這個展覽的時候 他有形容 這個展覽就像我們小時候 在聽一張唱片 一張專輯一樣 我們會不知不覺的聽完一整張專輯 四五十分鐘的時間 那他希望所有的觀眾來到這個展覽 雖然說只有同一首歌 可是透過這同一首歌 看到不一樣的視覺藝術創作的時候 你會進入到那個狀態裡面 你會不知不覺看完了這八個創作者 在做同一首歌的視覺創作 然後就是把一張專輯聽完了 他覺得這樣的狀態可以讓觀眾 更進入到小三田規武的世界裡面 更進入到這個展覽裡面 然後他覺得這是一種沉浸式的 官長的狀態這樣 跳脫其以為強的音樂媒介 藝術家透過錄影 動畫 舞蹈 城市編碼 平面設計等手法呈現 讓觀者不只是看與聽 還可以巧妙地將自身融入投射的影像之中 成為創作的一部分 我特別推薦梅田鴻鳴這位創作者 那因為他本身是一個舞蹈家 然後這一次舞蹈跟藝術跟聲音的關係 就是他透過視覺藝術來表達一種 當舞蹈家跳舞的時候 肌肉上的紋理的展現 然後透過這樣的展現 變成一種視覺藝術 再搭配小三田規武的歌曲 然後現場展現出外 在四年前曾經跟 突然突然比賽賽合作單位展這個展覽 然後當時候單位展也帶了台灣 有八九萬人來看這個展覽 那這一次很開心又再次跟他們合作 那原因是因為聲音的建築展 其實在視覺藝術或科技藝術裡面 或是說聲光投影的展覽裡面 我認為看到一個比較前衛的一個展覽 它透過一首歌當作展品 然後結合八九位不同的創作者 那它是一個現在在光影的展覽裡面 新的一種突破 那通常光影的展覽裡面 都是視覺藝術為出發點 可是這一次是以聲音為出發點 所以觀眾來的時候 可以仔細品嘗一下這個展覽 先用耳朵聽以為這個展覽 再用眼睛來看這個展覽 結構聲音聲音的建築展 在台北華山1914文創園區展開 將持續展出到4月6號 歡迎觀眾朋友感受 視覺與聽覺的震撼體驗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 所謂的第一節 到來要查 走 到來源 再次會